裡面有個金句 You don't need faith to fly You need to understand flying 這個金句是很好的 叫我們不需要說 我要等人到 其實你要去明白 怎樣去做到這件事 你自己要找機會去做 就不是坐在那裡等 找到 其實我很喜歡看一些 很多小故事 或者真人經歷的一些書 因為 作為一個演員 去了解其他不同 就是 其他人的 他們的感受 他們的 心路歷程的故事 其實是 令到我在演戲方面 可以有更多的材料 其實好像這本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或者是任何人 在追尋自己的夢想 其實我覺得是很值得看的一本書 因為裡面是說 我想 達出很多的訊息 去告訴大家 其實你是要活你自己的生命 你不是要活別人 叫你做的事 你的方向 可能很多時候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但是 你調住自己有 passion 的地方 無論如何都會達到終點 無論如何都會是開心的 第一本書 我是 沒有想過自己會出的 是透過 書箱的鼓勵 講香港 貧富懸殊的問題 我之前 剛剛 那時候 拍完 跟沽翁大作戰 這個港台的節目 感受 其實很深 因為 120小時 我沒有離開過 深水埗的環境 住板間房 照顧著一個 七歲大的小朋友 真的住在樓架床 有木室 大家共用的廁所 洗澡 以及共用的空間 去煮食 是 令我感受很深 因為 跟我一起住 當時 單親家庭的媽媽 她很努力去工作 她做很長時間的工作 回到很少時間 可以照顧到那個小孩 我小時候都興趣很多 自己都不知道 其實自己 畢業後想做什麼 好像我 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是讀電腦和數學 庫修跳舞的 然後到我 碩士的時候 就讀多媒體 和電影電視 不職業之後 就回來香港 又選美 又唱歌 又代表香港 打比賽 那時候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路 都不知道哪一條路 會帶我去做 最後做什麼 其實自己 那時候都在做不同的事 有不同的機會 一有機會 我就去嘗試 人生是要嘗試不同的東西 那 就試一下 試一下 就比較 找到我的路 因為我喜歡演戲 我喜歡表演 但我又很喜歡功夫 那就很順理成章 當然是 大家又知道我是打功夫 自己 又開始演戲 那些人 又開始找我拍戲 而市場上面 亦都沒有一個 就是 打女 那時候 那 所以就 很專注 之後就很專注 做沒有打那方面的電影 我的顏色叫做Lady 但不是很Lady 是一個很能打的拳手 留意我和張準的大打 因為其實我們都用了很多心機和選擇去完成 但是我們沒有很聰明的 是一個很整的 那麼聽的 是一個很大的 那些很困難的 有一個很大的 那其實你有一個很認識的人 你有一個很大的 思考 看你 こう說